今天要討論一些愛情故事的案件 一直有網友傳一些案件給我 還未清一兩個 這個故事是一個男生 他說他真的問了十條 逐點說出 一整個月前 26就快27 170 62kg 未溝過女兒 A0 玩交友apps 每次都是銷售 才會跟我聊天 人越來越大 不想孤獨一世 這是第一點 首先26、27 其實是懂得玩Speed Dating 但以我所知 現在玩Speed Dating 是有困難的 因為香港有封城 有封區 好 玩Apps 就要你自己醒目 對 很多銷售 你要先踢走 先踢走一批 還有 你要多玩幾個Apps 有時一次過玩幾個 如果幾個都會移居 其他方銷售 會別人 對於那些銷售 有時會移居 找一找 哪個Apps 會少些 可能會有的 有機會有的 以前我 玩過Coffee Mix Bagel 我印象中是 都不錯的 收穫都不錯 有些Apps,你發覺它越來越污染,你可以不玩 因為它們的交易Apps一直出一身一個 你也可以試一試 這些東西就是try and error 試得多,你要懂分析是人還是鬼 你懂分析就會很快,就會弱到一個正常 想上街搭傘,但又沒有吉時,如何不懦夫,心態又如何調整 搭傘又沒有吉時,我自己覺得在香港地不是必要的 你可以搭可以不搭,雖然人很多,你搭傘的機率可以很高 但有時候你搭出來,又沒有適當技巧 香港地學會有些困難 除非你生年輕,和你十幾二十歲 年輕,精力旺盛,可以試很多次到處吃下人 但如果你是二十六、二十七,你也有自己做的 我建議集中玩Speed Dating,和玩Apps 幫我評一下Note,自拍應該不算太差 Apps每次一傳相片就Game Over 給你一些意見,如何改進好 請不要投資出來,私下說就最好 我忘記了他的樣子,我忘記了他的樣子 我記得就普普通通 為何Game Over呢? 我想是比較有個性的 例如你的樣子不出眾,背景出眾 例如你去不同的場景拍照 給別人一種outgoing的感覺 我又去不同的商場 拍攝郊野景,拍攝商場景 背景漂亮的就拍一拍,像女生一樣 女生怎樣求求?就是隨便找個漂亮的背景打卡 吸引兒子,求領其,然後露腿 拉低胸就完成了 我們男士其實可以改一點,又用回的 我們在不同的場景顯示我們那種洪峰 因為男人始終是一種打獵的動物 你要去得多地方 代表你的年齡都可能 人的潛意識都可以,又回到一段階段 你不要拍死同一個場景,拍一些室外景 通常男人室外景會好一點 本身小事講第四 說話又細聲,沒有什麼朋友可以怎樣做 本身小事講,說話細聲,沒有什麼朋友 沒有什麼怎樣做的 坦白說我自己人生 真正的朋友都不是多 網友有很多,是不是真正的朋友 不知道是人是鬼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要朋友的話,一兩個夠了 不需要說太多 至於你說,想認識多一點朋友 那些 我很難說的 其實這些東西,譬如我以前玩speed dating 很搞笑的 認識了一大群人 不過都是很淺層的朋友 而且會換的 認識了一批,玩過一陣子之後 又會換一批 如此類胎 朋友就是一陣陣 只要留下來都是那些 適於微時的朋友 其實是那些什麼中學 Ivy 那時候認識的 人就是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些人最容易信得過 而他們也會信得過 那些人 第五 本身孤寇,不想請女吃飯 加上給影寶陶獨 關我什麼事 不想請女吃飯 不想送禮物 開房 不想付錢 但都從未到這個地步 是不是要改進 OK 你不想請女吃飯 這是正確的 你不需要請她 因為很多很多女士 尤其是香港我遇過 是真的吃你那頓飯 然後走人 沒有下次的 既然沒有下次 她又不是你的女兒 不如不要請 有時平水相逢 喝杯飲品 有時很多時候 都是我不喝的 其實 我又不是那麼喝的 有時是找個位置坐下 她喜歡喝的 她就買杯飲品 很簡單 不要想到一個約會 很複雜 一個約會是用來探底 看看雙方的level 雙方的能力值 雙方的能力值 類似是這樣的 你以為是吃東西嗎 吃東西是天真 所以我永遠 不主張她看電影 看電影 你是 測試不到對手的能力 你未到這個地步 因為你約女的次數不夠多 我不知道你約到多少女 那時候高峰期 是一個星期 兩條女都試過 很瘋 一個星期兩條女 一個月是八條女 八條不同的新女 都有試過 我當時玩speed dating 是很爽的 很爽的 因為當時 那個年代 我那個年代 因為很多中女 現在也是的 不過現在疫情 我真的不知道 那個speed dating 那個形態 會是怎樣 現在也是的 人們都很學 不過 戴著口罩 令到大家都很抑鬱 一定要改進 你要試試玩一些speed dating 譬如你沒有朋友 你就是即場練 speed dating有個好處 是玩派對的形式 就算轉台也OK 即場自己練自己的反應 即場練一些簡單的對答 因為你不斷重複 你會調校到一個比較漂亮的對話 永遠都用那個 怎樣說好呢 一個比較正常的對答 假設我當你不正常 我覺得你有點不正常 一看 華文華武的樣子 一看就知道你是低B 周勝慈的半讀小書童 教一教你 人不愛乎 不正常都可以拍到正常的 很簡單 第一次 我講話得罪人 可能評論了一些 他不喜歡 你下次會改進 那句說話 那句說話 你會執業靚 只是透過speed dating 去執業 然後你可能發覺 原來我講這件事 女兒的反應是很大的 我會再執行一點 每樣執行一點 例如 我們去speed dating 譬如 譬如抱怨 這個也是很常見 但也不應該這樣做 哎呀 都不知道現在的女兒是怎樣的 我覺得 真是 很差 但你對著那條女兒 你沒理由說 很差 你可以遠轉一點 就是說 現在的時代 到香港 可能生活指數比較高 那些人都是 寧願單身 都很流行有這樣的現象 你可以遠轉一點 這是調教出來的 這個就是 你當你練習得多 你會不會 整理到那個 說話的系統 會比較舒服一點 當然你熟了 當然可以直接批評 如果你跟女兒很熟 不同人就要批評不同的說話 這裏看 1001次遇到個中學妹妹16歲出來 樣子勉強頂得住 但身性怕醜 廢柴 怕別人見到她這麼大個人 拖個小妹妹會笑 不好意思 扮了對人沒有興趣 之後她也電話約過我 但她放飛機 不知道是否想她的 什麼 臭雞同學想騙飯吃 你這個個案 我就不敢說了 這個16歲妹妹 為什麼會放飛機 又成這樣 你又扮了對人沒有興趣 你自己失策 你自己失策 我們那些 16歲就 比較慢一點 我又免得說 假設這個女生是18歲 以上的那些 16歲應該 拍拖很平常吧 我不肯定 所以我們都很小心 假設這個女生 不要說16 18、22 正常來說我就會拖她 有沒有興趣 如果你真的沒有興趣 你真的不要碰她 不要碰她 如果你覺得這女生也可以 可以試試拖手 第七 這麼多年沒有女 對女生其實沒有太大期望 說可以長久穩定 只想解決性慾 痛恨渣男 吃完女生 希望成為渣男 你放心 你又不會成為渣男 华文华武 成為渣男也有點難度 我半讀小書童 一看就知道 所以你心中不需要那麼粉清 我自己覺得 殉其自然 只要你 譬如你自己知道你自己 華文华武的質地 找回對家都是華文华武 華小姐 找回華小姐 就OK了 你不要經常想著抽香者 想想石榴者 可能是適合你 你的心態就會舒服一點 未知那麼誇張 未知石榴者那麼誇張 你起碼調整你的心態 這個世界是有的 是有那個level制 有一個ranking 男人看女人也有一個ranking 女人看男人也有 他們的ranking 稍微匹配合在一起 有時候不是說羊毛上的ranking 還說智商 錢財 那類的東西 然後就想找妹妹仔 中學大學那些 但是每次在街上看到就這樣看 有時候都忍不住 跟人對望一下 不敢去跟她說話 怕被人當金魚佬 之後又霸了 都沒有興趣 小妹妹 妹妹仔 OK 我們不要說太小的 說那些 上了年 大一點 當大學生 對於我來說都是妹妹仔 都沒有的 這些 你看她兩眼就不算混 你都未必認識到她 而且要進入她們的圈子 也不是 你說一個 成年人 無端入一個 妹妹仔的圈子 我想要有些困難 就不是那麼容易 你看兩眼 看電視 一見鍾情 就很少會有 你就是要 透過一些圈子 進去 我以前很有趣的 玩speed dating 試過 試過 入到一些年輕 少少的女生的圈子 都試過 即是藤爛瓜瓜爛藤 這樣 像朋友一樣 認識了一些 有時候你不一定 比如我們去的 很多宗女生 有時候 貪玩的 可能年輕 可能少少 22、23都會去 如果 女生 喜歡叔叔 喜歡岳爸 就這樣 就是這樣 如果女生 不喜歡 你也沒有行 基本上我們都沒有辦法 影寶大佬幫下弟弟 你也說你自己是弟弟 我已經幫了你 請幫忙 不要打開名字 Email同相 OK 隨便吧 不要打開你名字 Email應該在這邊 後期撿 挺搞笑的 希望 暫清 叫華文 華文 你聽完我的建議 半讀小書 和你建議 改進一下 先拍照 那麼多 多謝收看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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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